由华侨协会总会旧金山分会 北加州华侨会馆联合主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在东湾佛丽蒙市老人安养中心乐序之家举行 协办单为中华长青康乐会献上精彩的歌舞表演 让现场50多位长辈们倍感温馨 北加州东湾佛丽蒙市的乐序之家 是专门为华裔退休人士所规划的老人安养中心 为了带给长者欢笑与长宝愉快的心情 在中华长青康乐会协办下 华侨协会总会旧金山分会 以及北加州华侨会馆联合主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精心准备了丰富又精彩的歌舞表演 我们是代表华侨协会总会旧金山分会 还有北加州华侨会馆 我们还有一个合作的单位是长青康乐会 是中华长青康乐会 我们非常要求以这个机会 能够来跟各位大街大街 为来要庆祝主要的是母亲节 我们每次来就受了各位小妹的喜欢 所以今天我们带了更多的舞蹈 希望大家喜欢 那就是建筑各位天下的母亲 跟着我们吉祥平安顺利 乐旭之家目前约有80位住户 平均年龄超过88岁 主办活动的两大侨团 每逢母亲节都会到这里访问 透过寒暄温暖以及才艺分享 让这些年事已高 儿女无法常伴左右的齐老们 感受到侨舍的温暖和人情 中华长青康乐会会长周彦春 向长辈们亲切问好 也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表演节目 紫丁香花篮舞 堂堂围坐的老人家们 看得幕府转睛 吴玉平会长接着现场 母亲宁真伟大 歌词字字句句 刻画者母亲的爱 也让全场感动不已 接下来还有藏族舞 以及国标等表演 轻快的旋律和舞步 让大家的心也跟着年轻起来 度过了一个难忘又温馨的母亲节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顺和西采访报导